太大了 这个肌肉太大了 这个是健美啊 这个就是健美 兄弟们 今天我要挑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洛 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请来了 目前来说 地表最强的黄总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Andy Huang 我是呆在台湾生 然后我搬去美国 我四岁的时候搬去 所以我就在美国长大 I'm from Irvine, California and I'm a powerlifter 看起来不像我们传统 意义上认为的这种力量的选手 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那种胖胖的那种 但是他很有体 而且我之前看过他的腿 比陆哥还要粗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会练一发贝 所以你们如果有任何的想看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我们弹幕中告诉我们 OK Let's get started 其实我前天练了球 胸还是很酸 但是我为了学习更好的握推技巧 今天必须得拜施一下 你现在做了一个面拉 和一个三头的绳索必须伸 What are you doing? I do it to warm up my shoulders and because then you have to really have some stabilizers too also you want to have a very tight back so I'm kind of just warming up my back too and then my triceps too 一会我们可能还会再做一些 针对于肺腹的一些事情 You know, she's like she too Floor, we will go Floor 我刚才说到她的 her boyfriend Oh, he introduced himself at the winter expo Oh, really? and he talked to me 他现在在二半 他之前在我们监视房做教练 然后他现在在二半做教练 好的 没有想到世界就是这么小 就是他这样也就是这个花花的老公 而且很巧的是 我跟他是来自 就是在美国的话 在同一个城市 那下次的话 既然他也在那边 我可以去找他 尽量去学习了 这个就是练收必变肺 所以说肺腹在店前 他会一个很好的基督 我们把背热一下 我们把背热一下 正好在我们做空杆的时候 别忘了 当我们在熟悉这个杆子的时候 也要可以反向的去试试看 把这个杆子落到自己的下征的位置上 然后去做一个自重反向划船 同样就是把我们天下的这个位置 然后彻底的这个激活和热身 然后我们要感觉 那推的时候也是一样 背部这个地方要加紧 看看你吞 看我怎么推的 what does it look like ok 看我怎么推的 它已经非常认可我了 其实可能这是健美的不好的习惯 因为喜欢看我自己胸脖 其实我不太看自己干涂 有人在看你胸脏 胸脏不好意思啊 插播一条广告 9月23号24号加我好像举办 免许是你看到过最为疯狂的 健身加年华的活动 及我们的四周年纪 9月23号的话 属于一个行业的分享会 届时你会看到这些老师 然后我们会分享这些内容 将你成为一个行业的八倍挺善事 24号则属于我们加我好粉丝的加年华 届时我教学了这些大咖 里面分为最顶级的尖美选手 最牛逼的力量去拳手 以及留着最高的健身的网红 不光如此的话 我还请来了三千奥运游冠军 军神兵临现场 也许你能看到 他帮你去知道动魂 另外你还可以看到 入阁现场展示自己的肢肉 如果你透过日本才没关系 过来看看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俄罗斯的金鸭玛丽 猪运游军来现场 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不光是这些 同时你只要过来现场 你就会有这些礼貌 你只要去玩游戏 你就会有更多的奖品 话不多说 报名方式我放在这里了 记得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不要透过加我一年一度的 健身加年华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扫一下 丢了这么多了 我们继续开始 给你介绍一下他 你做自我介绍 中文也可以 Lily 他是力量区大神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以为是一个路人家 然后后来发现 他很牛逼 硬拉多少 315 硬拉315公斤 你的深蹲 240 240 更为一样 握推呢 135 135 最差的 握推属于最差的 多重 75 他只有75公斤 就你们 很可怕 Yeah Good 刚好 可以说 I wis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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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好一点 还是蛮切棒的 起来 你抹一下 你抹一下 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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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抹一下 抹一下 比较好 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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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抹一下 但不要抹一下 就是可以把这个重量给往后去做个移动 然后我做这个卧推的时候 我们见面是直上直下 但他希望我从这里给往 往我的这个斜后方去移动一点点 这样子 所以是 我的目标是年底的时候 我想试一次量版 现在180公斤比较就是挣扎一些 状态非常非常顶级的时候 稍微借的那些年底可以180 但目标是200 然后他觉得是有可能的 看到我神奇的力量吧 还硬着个笑话 五位东方给我做的 五位东方 打钱啊 打钱啊 五位东方 160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但我再学习一下新的技术 我真的160了 你再做一百二个 现在再做一百五个 你再做一百五个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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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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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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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确定你练过胸吗 练过生160还能再推两个 下次没练到位 知道吧 上次两天之前 周三的时候 今天周五 周三的时候 我推了一个150 做了一个五次 160的话 如果正常情况下 我能做三次 所以这就是力量举跟健美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能做小的重量 做很多很多次 但做大重量真的就做不动了 按照他们推理 我应该能推够180 应该很轻松 但180我就是很难 我觉得你的技术 如果它变得更厉害 它会弄得更厉害 可能因为你没有站得更厉害 顽告下 为什么你们再领充 看起来 因为手呼边关起来 体 üzerine重用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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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为了 Lindsay玩120ok cavendezúc 你更常等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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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这个搜ipe 上次 我感觉就是他在做整个动作的时候 是非常的就是舒服的 但像我们的话就是很 会有各种顾虑 我刚下放的时候还是慢 对吧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速度 好了今天我们是以交流为主 所以这个卧椎机也就交流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进行的 健美式的背骨训练 背部我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单臂的牙龄划床 这个动作主要刺激我们这个背部的肌围组 这个会跟他们做的力量 觉得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尽可能要孤立 尽可能还不太需要一个下半身 所以我们这个下半身 我们股份需要去稳定 我们做了一组热身 因为刚才我们练这个胸的时候 稍微已经热了热 所以现在热的就会快一点 刚才做了一点小调整 就是说让他这个背 让他在拉伸的时候 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 我们健美的话是想教 尽可能做得到一个全程 在功能允许情况下 你看我会让他放得稍微在地里 什么感觉摸起来 摸起来非常舒服 那么舒服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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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他不太习惯做这么慢 不慢我怎么跟他做一样重量 所以他也蛮喜欢跟健美运动员训练的 然后每次跟健美运动员训练的话 他会完全去融入到运动员的本身当中 这样子可以跳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训练的数字区 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需要大家学习的 很多国内运动员不选去交流 不选去跟别人约练 总认为自己的训练是最好的 但他已经是最强的那个人了 他还是一直在学习 我还是一个职业选手的餐鸟 他还是想学一些东西在我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需要 每个人都去学习 下一动作我们要做高位下拉 刚才做的都是这样子 今天也在玩扣子 他跟我们的扣子不这么大 他本身都是有爆发力的 你不要看他很大 但是他很灵活 就是他的整个监管界很明显 因为有些我跟一些力量群 去训练会感觉非常紧张 在做这个背部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轨迹 还是非常的足备 还是比较减确 你怎么想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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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你是怎么做 这是我的技术 技术活了 他竟然向我请教 如何练出宝满的上师 所以 我做所有的 机器 我做不像这样子 我会继续这样子 我会继续这样子 所以感觉我的肩 如果我做这样子 我会比较劳定 就会比较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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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继续这样子 就会比较劳定 就会比较劳定 我的肩膀移动 会比较劳定 好 特别 在那边 60 可以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递检组 要做一个 它肯定是最不适应的 从100公斤到80 到60到42.5 做四度递检 它应该就不适应了 整个超约吸引 很多 速度 добав 准备 反思 然后下跌 然后下跌就会比较像超级 然后下跌 现在它用的是20磅 在练第二个动作 我们就拿这些动作来收尾 你该想象它是硬拉380 然后深蹲也可以378的人 然后现在385是吧 两个都是385 但它现在用20磅在练 关机 我需要比赛的 对 我需要比赛的 但如果它要比赛的 然后我心里的 如果比赛的 它是不错的 但是你还是比赛的 又比赛的 因为你对了 比赛的 所以你其实就能比赛的 因为你就是比赛的 也认为我比赛的 过利 也在比赛比大重要 但是当我们在做健美式训练的时候 动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不能牺牲动作质量 然后去甩 所以你整个二头抽 然后背一练吗 哇 他们说什么是你的强度 他们说的 什么是你的肩膀 是很好的 是我的肩膀 你的肩膀很大 我感觉你的肩膀很小 我的肩膀很重要 我的肩膀很重要 这个是健美 给大家看看镜姐 我们在往旁边 对 我想看他的股膀 他的股膀太夸张了 股膀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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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膀太夸张了 他的股膀太夸张了 他的股膀太夸张了 接下来我要教这个地表 最强的黄朵 剑际造型 我们这场 看看他做案的造型 以后 他能不能去打一场剑际比赛 一条球这样 把另外一条球这样 这些股膀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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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所以 那些股膀太夸张了 这些股膀太夸张了 很不错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赛事业赛场 这是大号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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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前面可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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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谢Andy这次来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多一些关注 因为他之后他应该是明年以后回来是吧 我也会来两次 然后可能要明年在这里比赛 好 明年也要在这里比赛 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现场来去看他的比赛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 那我也学习了很多握推的技巧 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去练练不一样的训练模式 无论是健美还是力量局还是一些其他的训练方式 这样才可以让你们更加的进步 同样他也很非常的谦虚 就是我这样子选了他也在学习 所以非常感谢他 欢迎下次再来 当然 对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给我们一个43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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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